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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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寒虚空气 琐破夜浪流 若人等彼岸 极乐有鬼 绝寒虚空气 今天是农历十一月十七日 阿弥陀佛圣诞 阿弥陀佛 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 也称无量寿佛 无量光佛 与观世音菩萨 大势至菩萨 合成为西方三圣 在中国传统民间 阿弥陀佛 家喻户晓 所谓 加加弥陀佛 互互观世音 但有不少人 常把佛 当成神明看待 这其中 有许多的误解 佛是印度语 中文的意思是 觉者 佛教认为 自性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本体 世间一切生命无常的万法 都是假的 只有清净无染 永恒不灭的自性 才是真的 自性本自具足 圆满的智慧与德能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都具足 一切众生 只要彻底放下一切妄想 分别执着 恢复自性圆满的智慧德相 圆满觉悟宇宙人生真相 都可以称之为佛 所以 人人原本是佛 佛与众生 是同一个自性 都是一体 差别 只在迷雾不同 也可以说 佛 是在佛法修学 达到圆满学分的 学位名称 好比世间的博士学位 菩萨与阿罗汉 分别相当于 硕士和学士 在佛门中 佛的身份是老师 所从事的工作 就是教学 佛经记载 宇宇宙中 有无数无量尊佛 每一尊佛 都有他的 教化范围 和教学时期 在某个地区 某个时期的众生 与这尊佛有缘 佛就视线 硬化到此地 来教化众生 帮助众生 转迷为伍 回归自信 超脱生死 离苦得乐 一尊佛的教化范围 至少是 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大约相当于 十亿个银河系 有些佛的教化范围广 可以涵盖 好多个三千大千世界 这是个人在阴地 修行时 所发的誓愿不相同 我们生活的地球 只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中 一个极其微小的区域 佛称我们生活的 这个地区为 娑婆世界 娑婆是印度语 中文的意思是 堪忍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堪能忍受 杀盗迎望诸恶业 即贪嗔痴三毒烦恼 在六道 即天道 人道 阿修罗道 畜生道 恶鬼道 地狱道里 轮回不肯出离 顾名堪忍世界 而负责在 娑婆世界教化的是 释迦牟尼佛 在我们的娑婆世界之外 宇宙中 还有许许多多 他方世界 其中 最为殊胜美好的是 西方极乐世界 而负责在极乐世界 进行教学的 正是 阿弥陀佛 在佛经中 尊称阿弥陀佛 为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也就是说 在所有的佛中 阿弥陀佛所发的誓愿 最为广大 凡是虚空法界 一切处 过去 现在 未来的一切众生 都是他要救度的对象 都跟他有缘 释迦佛在世 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教导众生 很多修行方法 所谓 八万四千法门 绝大多数的修行方法 都要靠自己的力量 断除内心的烦恼习气 去获正真 但是今天 我们处于末法时期 众生的妄想 分别 执着 比从前更严重 障碍多 即便人活百岁 也都是 弹指一挥剑 要在如此短促的一生中 单凭自己的力量 断尽烦恼 明心见性 了脱生死 是很艰难的 此生修行不成 命中之后 难免又随业力流转 继续在六道轮回 世家佛非常慈悲 在八万四千法门之外 特别给末法时期的众生 介绍了一个方便稳当 快速成就的修学方法 我们若接受 阿弥陀佛的邀请 放下万元 一心持念祂的名号 依靠佛力的帮助 就可以移民 待业往生 到祂的极乐世界 去修行 众生只要 往生到极乐世界 就寿命无量 没有生死轮回之苦 并且时时处处 都能得到 佛的亲自教导 保证一生修学长久 回归自信 圆满成佛 更为殊胜的是 在别的世界修行 要等自己修成之后 才有能力去普度众生 而我们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 就能得到阿弥陀佛加持 拥有与佛一样的智慧道理 立刻就能分身无数 到十方世界去救度有缘人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 是怎么成就的 无量寿经介绍 阿弥陀佛 未成佛之前 是一位仁慈的国王 名叫世饶王 当时他听到了 世间自在王佛 讲经说法 生起欢喜信 就发了无上菩提信 舍弃王位 跟佛出家了 法名叫法藏 法藏比丘 像跟佛一样 普度云云众生 就发了一个大愿 准备建立一个 无比广大安乐 清静庄严的道场 接引众生 来此修学正果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要建一所 超一流的学校 通过半般教学 落实自己 普度众生的大愿 法藏比丘 在佛前发下大愿 并表明 自己坚定的决心 纵使身至诸苦中 如是愿心 永不退 世间自在王佛 非常赞叹他 就为他详细介绍 十方岔土 一切诸佛世界的情况 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 法藏比丘 花了五节的时间 仔细考察 一切诸佛岔土 取长舍短 通过不断的参访 调研 最后 总结出 四十八愿 以十方一切 诸佛岔土 做蓝土 汇集诸佛岔土的 优点和精华 以靠自信 不可思议的力量 建造出 西方极乐世界 无量寿经介绍 极乐世界 清净无量 寿命无量 光明无量 国土广大无量 样样都是无量 不可现极 是诸佛岔土里面 最美好的世界 最究竟圆满的 修学道场 法藏比丘成佛以后 以阿弥陀佛为名号 在印度语中 阿意为无 弥陀意为量 阿弥陀佛就是无量觉 无所不知 无所不觉 阿弥陀佛正是自信的德号 代表着自信的无量 般若智慧 世人常称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也是印度语 是皈依 敬礼之意 加上南无两字 就是提醒我们 要依托自信 念念不忘 回归自信真我 因为我们原本就是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 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家 阿弥陀佛 悲心恳切 愿力广大 世间一切众生 即便罪业深重 若能对极乐世界 真信切愿 只要真心悔过 万元放下 临终念的 十句一句 阿弥陀佛名号 都能得到 阿弥陀佛的接引 往生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建成之后 每天都有 无量无数的众生 往生到 这所殊胜的学校 在 净土圣贤路 往生传等书籍里 记载了 历代许多念佛人 往生极乐世界的案例 都是真实不虚的 佛经记载 阿弥陀佛 在极乐世界 天天讲经教学 迄今已有 十节的时间 大约相当于 一百二十亿年 教学从来没有中断 阿弥陀佛 对学生爱护备至 以种种善巧方便 进行教学 学生都能欢喜信寿 依教奉行 在阿弥陀佛 精心教导下 每天从极乐世界 毕业成佛的学生 无量无数 他们成佛之后 又去到各自有缘的地区 教化有缘人 如此辗转相继 慧力全生 众生迷失自信真我 用妄心感召来 虚妄无常的 娑婆世界 浪迹于六道轮回 在生死苦海里沉浮 百千万劫 而不得解脱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悲怨红身 历经千辛万苦 勇猛精进修行 从自信真心涌现出 无衰无变 清净美好的极乐世界 只为用这艘无与伦比的超级法船 救度一切众生回归自信彼岸 让迷失的浪 让迷失的浪子找到回家的路 一切法从心相生 所婆极乐 所婆极乐 何去何从 其实 只在众生 一念之间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